OK 大家好 我是林宇聰 我是物理學家在台湾物理系 你會覺得台湾物理系怎麼會來介紹麥縫 這是很奇怪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大概是幾個月前 我們就有 這是我們一系列對台湾經濟創新經濟的 一個緩醒跟思考 那我們第一場是只有我跟 啟蒸我們兩個講的 我們兩個回去了以後甚至懷醒 就是因為剛剛鍾翔跟我們講 他說要把真正這個理念實踐出來 他意思就是自風涼 沒有真正把這個理念實踐出來 所以我們就動下台湾 去找一些具體的例子 那在這個具體的例子的認識過程當中 不只是有那個很好的產品 能夠呼應一個對台灣整個經濟的本質 能夠做一種不一樣的思考 所以待會希望大家把這個 這個演講聽完以後後面吃完以後 你改變的人絕對非常高興 不只是你胃 還幫你的腦袋 藉由這一次都會有點改變 對台灣的經濟思考 不一樣的改變 那待會一開始 其實起真會做一個比較一般性的 因為他不是你看這樣子 他不是皺凍的 不是慢凍的 他也會做一個 但是他會理解 怎麼樣去慢凍的 所以他做的對我們 今天主要的 林茲晶 我們就創辦 他做了一個很認真的這幾天的研究 所以他先會帶大家有一個導獨 導獨我們叫的火藍田 然後接下來就等於是有具體的紀念的交換 大概時間就一開始 大概20分鐘到30分鐘是起增 然後接下來就等於1小時 所以我至少大概至少1個小時的時間 大家可以盡情補發問題 或者是要求更多的報名 都可以 那我就不多說把時間叫做起增 謝謝大家 開始之前我要先感謝三個團隊 除了我的團體之外 還有我們哲武這邊 你看這個海報設計 就讓人家感覺 在今天台北這麼寒流的時候 看到很南方的熱情 又是哲武的設計團隊 謝謝他們 還有台大的泡影院研究團隊 大家都到 所以很感謝這三個團隊的支持 所以才能演這一場 我想我的工作很簡單 就是 首先我要先來做一個前提 上一集的回顧跟提示 那為什麼 就是說 我們是把這樣一個 對於台灣真正在創新領域當中 做出很澳門的成績 的這些很辛苦的團隊 做一個連結 解決為什麼 就是說 今天大家都知道台灣經濟 面臨轉型的一個破竊的需求 可是 經濟轉型到底應該怎麼去進行呢 應該是所謂的一個集體的一個結果 一個樣看 那重點是在於說 為什麼會這樣提問說 是人的質變 如果人本身沒有質變的話 沒有去變成一個 所謂可以促進這個社會團結的 這樣一個經濟活動的話 其實所謂的經濟成長 它到底帶來什麼 我們再扣問這個問題 所以上一次我們就藉由分析 先生用的好時機 來採討這個議題 那我們一直扣問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是一個相對小型的經濟體 我們的經濟產業結構 也相對是比較 所謂中小型企業為主導的 這樣的經濟體系 那我們一直認為說 包括我們的農業 也一直認為是農地過度的破稅 零稅化 所以從溫和經濟的角度來看 我們沒有任何的優勢 這幾年 我覺得台灣在面臨這個經濟困境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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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號一直扣在很心裡 就是說 我們這樣一個小型分散的經濟結構 到底 有沒有辦法去克服 因為它相對於溫和經濟 就是有這麼多的劣勢 那事實上我們發現還好 這個不是這麼克服的 那小型分散到底有哪些 透過合作社或是合作的方式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在台灣很難找到真正的 符合歐洲那個模式的合作社 也是一個合作社 可是事實上 每一個人在自己的一個工作場域當中 其實過度過少都在合作的關係裡 可是這個合作的關係能夠擴大到 一個可以產生主體的一個意識的改變 那合作社 比如說像歐洲這些小型的一個農業經濟 他們到底怎麼去 去克服這個溫和布經濟的一個劣勢呢 我們發現合作社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組織型態 那它可以用來克服什麼 含沙的剝削 它可以建立 所謂透過建立專業的行殺 來幫助小型的農夫 然後它可以克服很多 比如說品質擁有不齊的問題 它可以克服自得社會不足的問題 它可以直接想 大家一個意大可以共同去進行 一方跟升級 所以可以 而且它內部的這樣一個 所謂經濟民主的這樣一個組織型態 它可以克服一個爭議的問題 它可以克服國際大資本的競爭 然後重點是 所謂民主平等的精神 不只是限於政治投票的程度 它也可以貫徹到每一個日常的一個 經濟生活當中 那問題是它有這麼多的好處 為什麼我們自己很深 沒辦法合作 那上次我又談到很多的因素 然後其實我在進行今天的活動之前 我有些要求Michelle回去看我們上一集 所以她說要看了這個分析之後 她覺得最有感觸的是什麼 謝生又所說的 說農業對台灣的政策給拋棄 我覺得別人看看 所以那其實現在關於台灣這個農業發展的一個路線 其實這幾年其實在台灣 因為很多的青年投入這個領域 最大引起了很大的一個路線的一個爭論 那有人就說台灣農業其實是非常沒有競爭力 那我透過這個總體經濟的這個產業結構來稍微帶一下 到底我們所謂的農業的沒有效率 到底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如果我們先看左邊這個圖 是三級產業的一個結構 就業人數來說的話 目前農業在藍色這一塊要占據的4.9% 可是4.9%的一個就業人數呢 他怎麼樣 他創造1.7%的GDP 所以我們相對認為說這個沒有效率 那我發覺稍微做一下國際比較 找南韓我覺得很有意思是說 南韓的農業人口 目前也佔就業人口4.9% 可是他創造相對比台灣大一點 2.3%的GDP 那我們如果把這三級產業 這兩個國家三級產業 把它的總產值做一個 我們工作人口的計算的話 就發現說他們的工業 就是製造業這一塊 確實讓人群產值可以來到每年 平均8萬人基的這樣一個產值 那相對台灣 差不多就是個家人版 那之前我跟米超 我們做了很多分析 在比較你說台灣 異性化的一個現象 在製造業方面 確實這10年來 台灣製造業的平均工資 就是剛好就是韓國的一半 原本是差不多的樣態 關係 結果到現在差一半 那這個 我們只是人家辦了這樣一個 其實從這邊你可以得到一些線索 有反應的 那個 所謂的效率或是 競爭力的問題 那農業呢 其實我們也參加很不少 台灣嚴峻才 每個蒙夫才創造1.6萬個 1.6萬個美金的業產值 那南韓是2.4萬 所以算了一下 用這個作為一個指標的話 用平均工業能創造業產值 我說國家現在大概是 台灣的三個 那南韓大概是台灣的一個人 對 那我們有比 比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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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覺得說這個是索惠國家追求高科技 然後工業化的一個結果 就是農業不如勢必會有輸入化的這個程度 這個觀念對嗎?其實我們可以對比达麥 达麥的農業出口其實在他們講出口的將近四個字 所以這個有很多的名詞在喔 那我們進口就是進口其實 這個進口的貿易逆差大概每年大概來到一千一千 一百億很輕嘛就是三千一百億很輕 那這會造成的後果 這首先一定就是農村人口的有十碼 這從再後有的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成像差距破大 那各位可能覺得說啊那這個跟我們天龍果有什麼關係? 什麼事物?會不會有一代關係? 其實那個所謂的後果其實還很嚴重 大家都感受到 那首先就是怎樣? 因為連口都幾根到了屋室 所以屋室的房價一定會讓他們 如果在國家沒有示範管制的情況之間 然後平附上去這個城鄉之間的發展 所以造成偏向體質社會的陷入 那最近報導者有一系列報導 你看到說像有很多所謂的同工 他被屁股去噴到藥 在完全沒有保護的狀況之下 所以它造成台灣這個偏向跟體質社會的陷入 那支援的分配的不平均 自然幾萬個多外人都會不會有失敗 可是對於只有這些而已 其實不是 它的影響其實很非常深 有深入到什麼樣子 它造成台灣整體的產業跟技術的單調化 它惡殺創新 它連帶有雜貨的整體的形式水平 那後者其實這個是我跟你說 我們這幾年一直在看 這個東西 這個論證者的誠意 我請各位來看 這個事情 而且我們去參觀雲林的那個 養豬汁的虛物的那個屠宰場裡頭 最有價值的資產設備 就是你看到這個 那裡就是丹麥的設備 那裡就是丹麥的設備 然後甚至我們最近 有很多的丹麥的風機 可能在不久後的未來 會插滿我們的整個原案 這個風機 你知道這個風機產業 它們怎麼發展的來源嗎 最早這個Nexpa 全世界現在最強的一個風機公司 其實它最早期就是做能源機械 然後這個是早期發電 它們用這個早期發電廠來處理 養豬的對水 那養豬的對水 那養豬的對水 今天在台灣還是怎麼樣 還是在很嚴重的營業 所以如果台灣一直說我們是以農業 是以農業 而事實上在國家整個發展政策當中 農業在邊緣的話 比農業工真的去帶這個 大亂熟悉的人的藝術越來越遠 其實它造成的是什麼 產業斷念其實是非常嚴重 我意思是說我們農業本身的一個很多的 對於需要 它當需要更專業化生產的時候 更升級的時候 它自然會需要很多的技術科技跟設備 可是今天在台灣這個連結是不存在的 所以它連帶也使得我們的製造業 我們的特技發展 其實失去很多的機會 這個認證是這樣的 然後 包括現在 我常去看一些農政的一個報告分析 你只會講到說 我們台灣的農業之所以沒有競爭力呢 主要是因為怎麼樣 農地握了一個破碎法 那這個是事實嗎 我就去看 今天早上特別去翻的 丹麥的這個豬肉的農曼文化 那我特別去看他們農場的一個大小的文化 你發現說丹麥的那個豬肉出口 是全世界第一名 然後就被一家公司所容貫 叫做Danish Point 一個丹麥的皇冠 這叫做死 可是其實它是一個合作者 這一面你看它全世界最大的豬肉出口 跨國企業 可是它的內行 它是一家合作者 它的會員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養豬 共同池 那你看 一個農場 一個養豬的農場 如果它的那個養豬的頭數只有怎樣 49頭以下 這個規模店很小 即使以台灣的那個水準來說 也一樣覺得這個是一個應該被淘汰的一個養豬戶 因為它沒有規農經濟 是不是 可是你看它們佔他們的農物的比率 還有14.3 它的總數現在還有3000多家的養豬戶 所以14.3%的這個 這個農物數目是多少人 將近500家的小型 這個小型的 簡直就是民主的民族 所以規模經濟 規模這個東西只是 我覺得是台灣在發展農業上 一個很大的名詞 所以我來看 我覺得說 今天我們這一場 包括我們在那個宣傳留言上面想 寫的就是說 如果台灣的農業 我們都覺得 當然我們也認同說 農業其實它有非常多的社會價值 所謂社會價值 不是它的市價值 我們都去看看 可是假如它的產品出來 市場價格 比如說我是種到的農夫 我擁有1公頃的地 可是我每一年種出來的稻米 在市場上只值多少 13.9萬 我辛苦一年 1公頃的地其實不小 1甲的地 對不對 100乘100公尺 這個絕大多數台灣的 那個 濃度的那個 濃度其實都還沒有到 它水流的那個地方還沒有這麼大 可是 即使1公頃有這麼大的地 我一年的基礎 在稻米 才值不到14萬 請問我們 要怎麼靠這個 有需下去 對不對 那你說雜糧會比較好嗎 也沒有好到多少 才17.2萬 所以相對的 豬山跟水果 為什麼 它會 這幾年 在這個結構當中 會比較突出 這個是過去20年 台灣人豬生產的結構變化 你看棒 它不斷的衰肥 這個時候 雜糧其實也在衰肥 維持在比較高 肥肥的就是衰肥和舒適 那這個也沒有經濟上的支撐 就在這裡 它相對 怎麼樣 它報酬是相對比較高 它每一公頃的產出 每一年還可以得到 50萬左右的收益 它當然會是最高 可是它那個門檻很高 所以它的那個 比例就比較小 所以重點就要輸菜多數 所以在這樣一個經濟結構之下 你說我們的農地怎麼會不萎 對不對 你看最近的新聞都說什麼 農地流失超過10萬公斤 因為農地本身的價值 我如果去買來種什麼豪宅的話 我賣人家去蓋房子去蓋工廠 我一講地可以賣多少 各位知道嗎 市價 1500萬 我做有1500萬 結果我拿種稻 每一年才收益13萬 那我是要選擇賣地 還是要繼續種稻 這個是很殘酷的事實 所以我們看到說 這些原本是國家規定是 所有農業用作的地 然後被怎樣 不到都說 拿去蓋了 有張工廠 然後去蓋房子 蓋了什麼 這個應該怎樣 反過來 你如果是地主 你又做什麼選擇 所以最近來一件那個蓋梅縣長 你跟他講的 那個 這對農地眾行政這些事情 他甚至認為說 那個是地主的 天經地義的權利 國家不能接入 那雖然我們不太喜歡這樣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 國家尚未 那個國土政策 其實是 沒有明確化的一個 亂象人之一 是不是 可是你從地主的角色 其實你也真的不得不喜歡 你很難 面對這樣一個抉擇的時候 你很難說 我不喜歡 所以其實我非常尊重 還在跟眾的之間的問題 事實上 所以 我很快帶到這裡的說 我覺得 我在思考台灣農業的問題 來自所謂整體的經濟轉型 一定要回到創造價值的轉型 好 那這也是我在 其實要特別感謝 哲武的長期志工 已經過小琴 介紹他的閨蜜 這麼精采的一個團隊 認識到你這個事 然後 他們一個 我在跟他們 做探討的時候 你需要 當然一句話 讓我非常驚豔 因為這句話 我常在講的是 很少你聽得下去 就是 他說我們當然要追求 利益極大化 如果不追求利益的話 我們要怎樣 去把這個模式去擴大 我們要怎樣 可以讓更多的人 有個受益 對不對 怎樣去捨勝 整個台灣的經濟基金 而且他的所謂的 利益極大化 不是一個 商業上貪難的一個概念 可是他非常清楚 所以教主待會 各位可以 聽他的分享 就是說 價值的創造 一定要解析在 在地的不可行 像 鳳梨就特別是 種在大陸三項 而且他們的組織 他非常強調 十個人的單位 盡量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也會夠能的出資 然後夠能的決策 然後 平等的去分配那個利益 那重點是他非常強調的專利 這個也是歐洲經濟的 競爭力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一個概念 就是不斷的學習 他是一個名義 他建立在專業學 然後追求利益 可以是 若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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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重點是 所謂的 他 我覺得在他這個 安逸當中 沒有太多 很炫為 某種所謂的新的科技 整個AI 什麼之類的 沒有 可是事實上 組織創新 本來就是 科技創新的一環 的一軸 很重的一軸 然後 我覺得像 黃慶書 他最近一直在探訪 台灣的合作社會 讓開 那我們私底下 其實也做過很多的討論 就是說 我們很難去 在台灣找到 可以完全符合 歐洲概念的合作社 可是 那時候 我就在想幾個月前 有沒有可能找出 台灣式的合作社 就是 很幸運 可以去挖掘到 的可能 那在這邊 我有公開徵求說 因為各位 很多 老爸很多 好朋友都在 所謂的 那個上場 在公司裡 如果 你們沒有說 你們認識 一個很棒的案例 他的一個創新的一個 精神跟樣態值 的學習 我們非常 幫你們推薦給我們 做 研究跟朋友 然後 另外 我整理這些 在爬書 台灣的這些 農業總經商 爬書 我覺得還蠻辛苦的 就一個 有甘有證的 女兒實 所以我就 在這邊 要稍微跳碰 想說 台灣號稱是 水果王國 沒錯 那 我要考一下 各位就說 第一大中水果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香蕉 香蕉 還有其他的答案 還有其他的答案 establishment 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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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子有 多種 diarr outreach 栢子充 文代回來 你的所謂鑿局內 所以鑿局內 是大概是大洲 有沒有其他的答案 木瓜 鳳梨 這次董梨 Ok 有大長 待會這一刻就報回去了 我自己都很意外 就是真的是鳳梨人 真的是鳳梨人 它的總產值 以去年來說台灣一百多十億新台幣 全部的水果其實還一百一千億 台灣生產 然後第二名是什麼 竟然是第一檔 然後就以產值來說 第三名是芒果 第四名才是香蕉 然後你去看它的每公頃的產值 其實我覺得最意外的是 每公頃的鳳梨其實產值竟然來到一百一十萬 所以可以想見說 這樣一個鳳梨的生產 對於種鳳梨的能力來說 有多大的支撐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然後我單位產值更高的 比如說葡萄 葡萄 可是它產地相對少 不到六十萬多錢 然後木瓜 確實它的單價蠻高的 那個 單位產值蠻高的 我們反而是 將近百一百二百多 可是它總產值蠻三十萬多錢 所以我自己非常意外 然後再來第二題 那既然我們是水果王谷 我們每年水果祭出口 不好意思 順差還是密差 猜是順差的取消 順差是我們賣出去 滿進來的多 對 所以大家都認為是密差 是嗎 對 這是大家的訪問 確實 這是我剛剛有講說 台灣一年的農產品的貿易 密差每一年大概來到三千億 新產品左右 然後這是幾個大眾用周邊樂園來看的話 密差最大的是穀類 我們最喜歡的是稻荷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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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稻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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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在那個每年夏天的飲料的消耗當中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重略滿的密集的進口很多的產品 那包括我們第一大組台糖的最大宗 其實這個砂糖在我們每年將近80億元 新糖度的飲品產品 所以我們如果去比較這些 這些二 四 六 八 這八類水果 其實我看統計當中這是唯一出口的八項的台灣的新鮮水果 然後其實鳳梨之所以串到第一位 其實也不是 也是這幾年的事 我是覺得非常的好奇 那你看早年最大宗的比如說香蕉跟蠟梨 那剛好這一段時間 二零一二二三就是果仁田成立開始在賣鳳梨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時間有為什麼這麼強 可是事實上 他們的出口的鳳梨其實占台灣的出口鳳梨的比例 事實上是非常好 非常好 那接下來就把最精神的教育 尼瀉人的印象 好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好 各位 應該可以從我們這一個 這一路下面就可以知道我們在幹嘛 我們在臺灣比東大五山下 演奏動人的鳳梨交響曲 我很高興收到吳教授的邀請 以及吳教授對我們這個團隊還沒有看到 就已經相信我們的決心 讓我能夠有機會可以在這裡分享我們這個團隊 台北是我的故鄉 應該是怎麼說 我做過很多很多次的演講跟座談 但是都不是在台北 那這個也是我非常緊張很常 可能這個原因應該是靜傷情緒啦 然後 當教授認識我們這個團隊 到他想要研究我們這個團隊 這一路是非常快速的發生的 那但是對我來說是非常膽戰信心的喔 因為研究者跟實踐者最大的差異就是 前者呢在理論上面去做分析 或者是數字 用數字讓大家看得清楚真相 但是後者的我 是拿我的生命跟我的金錢在拼訴欲嗎 沒有任何一個人比較偉大喔 但是身為實踐者的我來說喔 我最重要的問題已經不是在想 假怎麼說 以怎麼說並怎麼說這件事情 而是我自己相信什麼 我自己想要怎麼說 還有我自己是不是心甘情願 未知的理念 和這樣的價值去奔鬥跟犧牲 所以我希望我們今天在這一場座談之後 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充滿希望 跟充滿啟發的人 那實話說 我們這個團隊呢 也沒有什麼很輝煌的人才 就連我這個人 也不是什麼很輝煌的人喔 但是我認為喔 一個開創者的聚集 跟一群開創者的聚集 它兩種的差異喔 一個開創者他是自己而獨自的奔鬥 但是一群人呢 他們是一起奔鬥的 這個差異在哪裡 就是更多的是什麼 勇敢 但是勇敢也是需要方向 以及你的方向如果錯的時候 隨時能夠改變方向的這個決心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說到這個我突然想到 我跟吳教授見面的第一次喔 就是從開錯路開始 就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他先到我南部的工廠來找我 然後再去活之戰接我們的朋友 但是呢 這個一個非常不小心的情況裡面呢 就開上了88快速大路 你知道這個一開上去怎麼辦呢 我也不認識他 他也不認識我 我們兩個只好自我介紹的 你知道嗎 這個15分鐘裡面 我們就聊著了 我們就聊到這裡來了 我也不曉得 這個是不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但是 就是 不好意思喔 我離題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我還記得 我為我們這個團隊 在第二週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紀念品 那這個紀念品呢 其實說起來它非常的粗糙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 我覺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那 大家晚安 我是林雨中 我是物理學家在台湾物理系 那你會覺得台湾物理系怎麼會來介紹 麥鳳 這是很奇怪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 大概是幾個月前我們就有 這是我們一系列的對台湾經濟 創建經濟的一個緩醒跟思考 那我們第一場是只有我跟 起徵我們兩個講的嘛 還有高度計啊 這個分析的半年 但是什麼都沒有 上次蛋糕也沒有 我們兩個回去了以後甚至還寫 就是因為 剛剛中強我們講 他說要把真正這個臉品實踐出來 他意思就是吃風涼 沒有真正的吧 這個臉品實踐出來 所以我們就痛下回應 去找一些具體的例子 那在這個具體的例子的認識過程當中 不只是有那個很好的產品 能夠呼應一個對台灣整個經濟的本質 能夠做一個不一樣的思考 所以待會希望 大家把這個演講聽完以後 共鳴吃完以後 你改變的人絕對非常高興 不只是你胃 還包括你的腦袋 都是藉由這次都可以改變 對台灣的經濟思考 想法不一樣的改變 那待會一開始 起真會做一個比較一般性的 因為他不是 你看這樣子他不是重工的 不是賣工的 他還是會做一個 但是他會理解 怎麼樣去賣工的 所以他做了 對我們今天主要的 林茲晶 創辦 林茲晶整的工夫金 這樣 他做了一個很認真的 這幾天的 intensive 的研究 所以他先會帶大家有一個 大五毒 對不對 大五毒 我們的火藍田 然後接下來 你就等於是有具體的 紀念的交換 大概時間就一開始 你想大概20分鐘到30分鐘 是起真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小時 所以我至少大概 至少按個小時的時間 大家可以進行 或者是要求更多的 都可以 好 那我就不多說 就把時間料理起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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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開始之前 我要先感謝三個團隊 除了火藍田之外 還有 哲武這邊 你看這個 這個海報設計 就讓人家感覺在今天 這麼台北這麼寒流的時候 看到很南方的熱情 又是哲武的設計團隊 謝謝 他們還有台大的 這個畫面 研究團隊 大家都知道 所以 謝謝大家的欣賞 這是我們這個團隊 在南周年的時候 非常粗糙的一個 小小的秘密 這個也更能夠證明 我坐在這裡 真的是一個賣鳳梨 你們剛剛沒有看到 任何一個寵婦的人的背景 真的是 每一個我們裡面的員工 每一個背景 那有趣的時候 有趣的事情是 當我們把這個影片 放在我們的臉書上面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非常的開心 雖然沒有拍到臉 也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什麼背景 是不是能夠用我們從容的 這個彎下腰的這個背景 來作為我們的背景 然後我們常常聽人家講說 我是誰誰誰啊 我是什麼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用你最努力的那一面背 來作為我們的背景 真的我覺得是 是我們可以去深思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這個團隊在市場上 再過半年 就要正式地邁入第五年 果然天是我們這個團隊的第一個品牌 那所以其實我們是一個很新的團隊 很新又很嫩的那種企業 現在坐在這裡 我現在回想著我們公司剛成立的時候 我的表妹開著車帶我去屏東的銀行開戶 那一天很有趣喔 那時候我公司成立在高雄 那我的水果包裝場是在屏東 那我是台北人 那麼我進去開戶的時候呢 我就被這個銀行的行員當作是詐騙集團 那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詐騙集團猖獗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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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小姐 你為什麼你的住所在台北 然後你公司在高雄 那你來屏東開戶 你這個要驗實一下你的身分 不然我認為你是詐騙集團 那我就說 那我要怎麼驗證我的身分呢 我說可以可以可以 你把你老闆的那個證件給我看一下 他就想讓我確認你就是真的要來考慮 然後我就想說 那這樣不好意思啊 萬一我就是怎麼辦 他就說啊你不可能啊 他就這樣跟我講 我當時我覺得非常好氣又非常好笑 我現在很幸福 因為他每次只要看到我走進去 他都泡咖啡親我喝 因為他當時他就是懷疑我的身分 那實驗證明我還真的就是 偶爾就是這樣子 沒有很光鮮亮亮的走進去這樣子 但是他還是認得出我 那 這個部分應該是這麼說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 這本書是 影響我非常深的一本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賣魚賣到全世界都知道 我不曉得有沒有人看過 如果沒有看過的舉手 哇真的太可惜了 我很希望大家都看過 這本書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非常的薄 那薄到我站在這個書店裡面 我直接就看完它了 那基於我有學到的東西 所以我把它買回家 那這本書的內容裡面 有說到一家就是 他們是一個西雅圖的派克魚市場 他們是裡面的一家賣魚的派克小庫 那派克小庫呢 他要找的人不是一個賣魚的人 他是要找一個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而且自己自許為宣揚 舉世文明派克魚鋪精神使者的人 這句話很重要 派克魚鋪提供的 他不是提供一個工作 而是提供一個機會 一個分享舉世文明的機會 那這個機會是什麼呢 員工可以透過工作 積極正面的影響全世界 並且在他人的生命中 佔有一席之地 這種藉著和全體員工 一起分享一個願景 然後去製造突破 自然而然的 他透過拋魚跟賣魚的這件事情 自己來達成 也就是當我只是個賣 我如果只把我自己想說 我只是一個賣鳳梨的 我只是一個種鳳梨的人 那麼我今天可能做不了什麼 我也影響不了什麼 但是如果我今天認為 我用這一顆鳳梨 這是我的驕傲 你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我們家外銷的 最優良的等級的外銷鳳梨 你看看他 講到這個時候 我們都很驕傲的想要站起來 你看我媽媽穿了國網 然後呢 帶點蔬果袋 還給他一個非常漂亮的牌子 然後呢 我現在在他旁邊 還聞到鳳梨的香味 我自己都很驕傲 我手上有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是從台灣的土地上 長出外地 這是別人講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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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我講的這一個部分 我為什麼提到這一本書 因為我覺得我受到很深的啟發 這本書給我受到很深的啟發 我們這個團隊的核心創辦者 起初了三年加上我 總共是六位 其中的五位呢 都是屏東的在地青年 只有我們不會是台北人 我們都是農業的素人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農業的背景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農業的背景 那我們一直在想 我們只是很單純的講 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能力是別人拿不走的 那 最簡單的就是什麼 從土裡長出來的東西啊 那 在地 我一直認為在地 就是至聖的外界 從土裡長出來的東西 也是我的至聖的外界 那還有另外一樣的東西 是別人拿不走的就是什麼 我們的思想 透過思想去成就的技術 例如像農業技術也是 難道我們不能承認 我們台灣的農業技術 真的是一個驕傲嗎 我很承認喔 在世界各地來講 我們台灣的農業技術 真的是一個驕傲 那你說為什麼我會選擇 鳳梨作為我們 初入農業的一個起點 其實沒有很難的 我覺得我的工作沒有很難 我只是選了一個 外表特別堅強的 殼特別硬的 方便運輸的 能夠讓我去外面搜集 很方便的 我不用擔心它 如果我今天選擇的是連霧的話 很抱歉我可能現在也不坐在這裡了 所以我選的鳳梨也是有這個原因的 因為它經常的外表可以運輸 再來就是這一座島嶼所生產的鳳梨 簡直就是無敵 我為什麼要來講無敵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在同樣的緯度上面 來產出來的鳳梨 不同的國家產出的這個鳳梨 也許只適合做鳳梨罐頭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我吃過台灣最好的鳳梨 所以我會覺得說 別人的地方產出來的鳳梨 可能它比較適合做鳳梨罐頭 那這個也不是說別人的不好吃喔 是說我們家的比別人更好吃 我想要強調的是這個部分 那這座島嶼的水土 就是我們的優勢 一方懸養一方人 而這個鳳梨為什麼長在台灣 就特別好吃 你問我 那我只能問天呢 因為這個天就是希望我們台灣 就是做鳳梨嘛 那鳳梨呢 又是我們台灣水果外銷裡面的頭牌 剛剛我們可以從教授的數字裡面 可以看到喔 正值產季的時候喔 我們可以有破表級的24度的甜度喔 不瞞你說 你們今天吃的鳳梨喔 大概就只有14到18度左右 那所以你可想的是 當你吃到24度的時候是甜如蜜喔 真的是甜如蜜喔 那像是南美啊 或者是東南亞的鳳梨 有沒有人可以種的比台灣好呢 我可以跟你們保證 他們的量可以種的比台灣多 因為他們比台灣大 但是他們不見得 他們可以種到破表級的甜度喔 我可以這麼說 每年的2月到6月的時候 台灣的金鑽鳳梨 只要做歪銷的時候 各路人馬都會自動往後退步 讓台灣的鳳梨先經過 因為誰也不想要死在台灣鳳梨的手上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實話吧 這不是開玩笑的喔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精靈的起考驗 千萬不要忘記我們還有一個水果 這麼的使我們台灣人驕傲喔 所以我們選擇台灣大午山下 鹽山公路段的鳳梨喔 作為我們的第一個立足點 然後給自己一句slogan 那一句slogan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在台灣大午山下嚴重動人的鳳梨交響曲 為什麼說是交響曲呢 從剛剛你們看的影片裡面就知道 從農民做的開心到消費者食的安心 到商場銷量有信心這些事情 要有多少人的共鳴才能夠完成 我收一個天 我要做到所有的事情 要多少人一起努力 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是一條很漫長的路喔 我還記得我們的第一張丁單喔 事實上台南的某一個合作社 先起前面學習的 那個時候我讓公司其中一位開創者 我們一起去跟對方請教 如何成為一個鳳梨包裝場 那以及鳳梨的包裝需要注意的範圍 非常幸運的喔 我的第一張訂單就是日本的訂單 為什麼我說很幸運 因為可以揚升我們非常嚴謹的態度 嚴謹的包裝方式 剛開始喔 我們是在那個萬金聖母教堂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對萬金聖母教堂 很有印象喔 我們就在那個教堂旁邊的一個 合作社裡面租了一個不到50坪的場地喔 我們就慢慢學習 創始者的每一天工作時間都很漫長 從早上四點到田裡面 做一期的分級 挑國品 到回到場裡面要做分級喔 國外的銷售 國內的銷售 加工投入的銷售 要一直忙到晚上十點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在第一張訂單的時候 我們的確付出的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那我也記得我們第一次收購的時間 我現在要講的呢 我現在要講的第一次收購就是整片田地的完全收購 可能你們不能了解什麼叫做完全收購 所以完全收購 前陣子我記得之前有某一個公司就是因為 他沒有完全收購然後把一些比較質量不好的動名丟在旁邊 然後動名欲哭無淚的那個新聞 我不曉得你們大家有沒有記得這個新聞 另外忘記也好啦 反正痛苦的事情不要記太多 那我們一假地裡面喔 收購量喔 也許只有六成喔 只有六成是外銷 也就是說其他的是內銷品 或者是相對應要做成加工品的這個部分 當我們理性的把這些東西做為一個區別的時候 農民的內心跟你想的不一樣喔 農民因為鳳梨是他種的 他種了一年四個月到七個月 你告訴他說 理解不行啦 理解理解王來 整條不好我不會自己收 不可能啦 他們會覺得很傷心啊 為什麼 你只收我的好了 那我的壞的你要幫我拿去哪裡 所以我們發明了一個方式叫做完全收購 也就是你這當我跟你收的時候這一假田 全部我們把你完全的採購 所以農民那時候的內心就會不相同了 我們可能分價格去跟他做一個收購 然後呢 所以當他們感性的層面比我們來得更多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在理性跟感性之間 去謀求平衡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工作了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那於是我們突破了業界的這個收購方式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完全收購 完全收購裡面他可能 我跟你收的時候 我可能分三個價錢來跟你收 外銷的一個價錢 我們中等內銷的一個價錢 然後怎麼樣一個價錢 等於農民他不用站在那個地方 面對三個不同的業主來跟他的 共鳴討價還價 好 我不瞞你說喔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同情心跟一個同理心的表現喔 當你同情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哎呀你好可憐喔 那你不過就是可憐啊 但是你有用同理心去想 他的東西要往哪裡去嗎 很抱歉我們真的想到了 所以當我在收這一塊錢 我收你兩甲地的時候 我知道說 你有可能會遭遇到 有些東西你出不去 那我就來幫你想辦法解決 你出不去的東西 我甚至不瞞你們說 我曾經收過 兩塊錢三塊錢的鳳梨 回來怎麼辦呢 連要做醃絲鳳梨都沒有辦法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就要感謝某某牧場的牛牛們 願意把這些鳳梨吞到他們的肚子裡面 但是我也很怕今天我們所有的事情 我所講的話會只會呈堂正過 會有農民來問我 Michelle 你是不是把我的農民 要不然你是會把我的鳳梨味到牛牛的肚子裡面 我相信會有人來問我 但是真的是事實 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那我們要怎麼去面對這個不好的呢 這個通路要怎麼去找呢 這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賣好的東西反而是簡單的 不好賣的東西反而是一個 比較困難的一個地方 我再跟你們分享一個 我的第一次危機喔 說它是第一次危機也不為過 我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2015年初的這個霸王汗流吧 你們有多冷 穿了幾件衣服 穿超過我們件衣服的舉個手 我不曉得你們還記不記得那個冷喔 我想很多人應該都還有印象 對我們來說 那也是一個無法忘記的印象 我想這個危機也讓我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牆裡面喔 我的鳳梨的這個蠻子喔 堆個平骨的人它要高兩倍 完全把人都遮住了 它寒流的時間點喔 非常奇妙就剛好在1月 那鳳梨的外銷剛好是在2月到6月 那那段時間該怎麼辦呢 幾乎要外銷的鳳梨都受了凍傷 凍傷是從裡面到外面的 也許你外面看起來好好的 但其實它裡面已經 盲目聰明了 你不曉得切開的時候 它已經出現問題了 這些你如果不趕快加緊去消它的話 我跟你講連做醃製鳳梨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有很多的人一起來消切它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動員了 從村長夫人開始 動員了一些農村的婦女 大家坐在那個地方 大家一起消 為什麼 如果你不趕快在這個時間點 消完它的話 那可能這些東西都沒價了 沒有價錢 那所以呢 整個場影片都做滿了 三四十個婆婆媽媽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的通路願意支持我們 就是說 醃製鳳梨的這個通路 它也願意支持我們 就說 林大姐你就消 消 然後我們就趕快把這些東西 馬上除名 好 村長夫人他們就這樣 死命的一直消 一直消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的是 這是一個危機當中 還充滿快樂的時光 你能夠想像嗎 你想像說所有農民應該呼天喊地人 這些東西該怎麼辦的時候 大家還非常快樂的時候 那後來呢 也因為很多的農友 他看到我們這樣子的農民 所以他們把後續他們賣的好的鳳梨 交到我們的手上 你要知道 農民在意的是五百元一塊 很不好意思 以前我的台語真的不好的 大概一千天以前 大家聽我講台語 應該是想自殺 那種 我現在的台語已經練到可以這樣子 跟人家這樣挨瞎子了 我覺得還滿不容易的 然後也有農友伯伯跟我講 你不要跟我說 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再聽我講話下去 他也受不了 所以我們 這個危機這件事情 也讓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想要創業的時候 我們不如先想一件事情 當危機來臨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化解危機的能力 好的水果 不怕沒有人會去買它 但是能夠處理不好 而且立馬處理的時候 這個才是解決問題的王道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 沒有經過經濤害浪的話 就不是好的水手 所以在很多的第一次之後 我們很清楚 其實我們這個團隊 憑的就是一股傻氣跟憨靜 去影響很多的農民 甚至是他們的孩子 大家也願意一起在農業 這條道路上面去做努力 我們清楚一件事 就是開始做農業以後 你沒有辦法去選擇 什麼是你想賣的 什麼是你不想賣的 但是你總是要有一個比例 你這個比例抓出來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更清楚 對於我們通路的建立和選擇 我們的思考可以充滿變數 但是我們要維護好的品質 所以我們需要成立 種植管理的這一種團隊 於是我們的團隊裡面 我們就 我們用我們的團隊裡面 去找了一群農民的老先爵 一些得過神農獎的農民 因為一整年就特別好吃 你不能埋沒他的天分 對不對 我們就找他們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跟我們一起合作 然後去種出更適合的產品 所以在目前為止 我們總共在我們的手上 我們講的話 我們有這樣子算起來 二十甲二十甲這樣子 不同的輪作 等於說 我們也會有我們固定的客源 以我們固定的客源去找這些農民 來種出適合的質量的東西 這是我們的一個模式 那從收購鳳梨到種植管理 一直從這件事情 在我們的工作上面 就是一直不斷的輪回 一直到我們去年 從南部的包裝廠 我們做到泰國的包裝廠 我們合作什麼 合作榴槤 其實從鳳梨想到榴槤 應該也不意外 因為我就是挑可硬的來做 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當我們沒有把握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找到一些 我們能夠的優勢來去框架它 那我們正在醞釀一個機會 醞釀一個更有趣的 台灣與世界交流的機會 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我只是賣個洞裡 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使我們台灣能夠跟世界各地 跟東協跟很多地方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交流的機會 包括榴槤 他們有沒有像我們一樣 這樣專業的包裝廠啊 我們可以進出在那個地方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好的配備 更好的服務呢 這個就是我們在提供的東西 甚至我一直在想 什麼時候我可以做到人無我有 人有 我有 人有的時候我臉 人臉的時候我特殊 這個一直是我們團隊裡面 一直不斷在想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總是會有更多更多的 新的人出來嘛 那你怎麼樣去 坦白講喔 我沒有什麼很多的時間 可以去想別人怎麼樣 我先想我自己怎麼樣 已經夠累了 所以我沒有很多的時間去想我別人怎麼樣 我先想我自己 我剛剛強教授他提出的數字裡面 就可以發現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甚至我在提供你一個數字 去年2016年的時候 甚至2015年的時候 2015年的時候 我們臺灣外銷鳳梨 是兩萬兩千噸到中國 到2016年的時候 我們是兩萬七千多噸 到2017年 尤其是今年的時候 我們是兩萬 我剛剛都在講萬 兩萬五千多噸 這個數字一直持平喔 它並沒有被更改喔 所以其實這個土地跟技術 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東西真的有人要買啊 而且確定水果 真的是我們的王道啊 農產真的是我們的王道啊 那當然當然 我們也曾經遇過失敗的例子 這個失敗的例子是 好久好久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很小 我們這片土地上面的香蕉 後來菲律賓取代了我們 為什麼呢 因為技術的轉移 技術的轉移 使得我們的香蕉 變得沒有氣增力 甚至菲律賓種出來 跟我們一樣好 你們要想一下喔 菲律賓的土地比我們大多少 我們臺灣要怎麼樣去 發展我們的農業 不是一直種 不是只有一直種這件事情而已喔 我今天可能會提出一些 可能跟你們原先你們所想的這些事情 是不一樣的事情 那我舉了香蕉的這個例子 其實我很傷心 因為臺灣早期是香蕉文國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要變碰林文國了 那水果掌究的喔 或者是任何的農產 它掌究的就是新鮮 那新鮮要賣給誰 誰會想要新鮮的東西 誰會需要呢 我們來想想哪個問題 誰想到這些東西 當我們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不是只有在賣風雨 或賣水果 或者是賣任何一個農產品這件事情 而是我們能夠做到更符合 這座島嶺的精神 讓我們來想像喔 以農業來帶動觀光這件事情 你又想了 你會覺得這件事情好多麼美好 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座的島嶺 像我們臺灣這麼美好的 來你現在開始想一下這個世界上 有多少島嶺像我們臺灣這麼美好的 舉個例子來說喔 我在去年的時候開始學會潛水 當我起來入墾丁的海底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的海底世界很美 但是我教練跟我說 你還沒有看過更美的 然後我又 因為我的包裝場接著要進行到越南 一些其他地方 所以我去了泰國 馬來西亞 印尼 這些東南亞國家 我也去潛水 我看到不同國家的水下樣貌 甚至我認識了很多潛水的朋友 國外的朋友 他們在跟我分享潛水的這一件事情裡面 他們甚至跟我說 台灣的綠島 南語小琉球 也非常的美麗 我還沒去過 所以我也想想真的是 漢眼還沒有去過 他們說非常的美麗 我想想 這些都是我們很棒的邀請世界上各地的朋友 來到我們台灣的 來到我們家裡做做的一個方式嗎 你不苟同嗎 這些就是我們可以邀請大家 一起來我們台灣的方式嗎 農產也是啊 好吃的東西也是啊 台灣四面環島 長到海鮮 應該不會比我們台灣島更鮮的吧 好 這是事實 那所以為什麼我說 百分之二十是陸地 百分之八十是海洋 如果我們把世界看得更大一點 地球上的公里 地球是很有趣的 這麼大 我們不能選擇我們住在哪個地方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鄰居是誰 還有誰可能那個金正恩什麼時候 要飛飛彈過來 我們也不能去了解 但是我們能夠決定我們自己的價值 並且創造更大的價值 跟地球上的公里一起共享 我覺得如果我們把眼光 放在這個位子的時候 你會知道我們有多少優秀的東西 以及我們台灣這一座島嶼業 它有更多更需要我們去開創的東西 但是是跟目前體制是有一些影響的 應該是說台灣目前普遍的民眾生活 應該是說台灣目前普遍的民眾生活都很辛苦 但是幸不幸福我是不知道 因為在座的每一個人 才有權利說自己幸福或者是不幸福 我們這個團隊的起初 創始者們從凌晨四點到晚上十點都在工作 是非常心能的 但是我們感覺有目標 我們每天抱團在一起 試著把利益最大化 然後再把利益一起奉享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我們今天賺一百塊 我就算好 我們今天這六十塊 我們六個人要把它分享掉 其他四十塊我們繼續下去run 我只是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那我的意思是說把利益 那如果說我今天賺的是一萬塊 那當然我又用剛剛的那個層數來講的話 每個人一定很開心 那如果我用一百萬一千萬的話 那更開心了對不對 那麼我的意思是說 在把利益最大化以後 把利益做為一個共享的時候 我們的工作雖然它帶來疲累和辛苦 但是也會有真質的地方 但是只要想到辛苦是為了什麼 就更大的幸福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讓人的心裡面產生美好 這一份靠老天研發心血的工作 我們做了將近五年 那在前年開始 我們發現除了我們南方的實力之外 也就是除了我們六個人之外 我們還需要再加上北方的創意行銷思維 所以我們新增了四名開創者 到我們的核心權利 也就是今天在後面 為了你們大家服務的這個揮揮手 讓大家看到你們 揮揮手讓大家看到你們 揮揮手讓大家看到你們 我們家的團隊就是 帥 那我們又再加入四個男生到我們的核心群裡面 也於是我們總共有九個男性開創者 我們總共增加 到現在為止是九個男性開創者 分別分工在不同的作業區塊裡面 從產區的種植到包裝加入 大家都再到各個通路裡面 各個通路端空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團隊 最大的主宰是誰 我怎麼有可能的 小角色是天 因為順應天使的果實是最甜美的 沒有人可以逆著天幹的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任何違反天使的產物都會帶來危害 身體的危害 土地的危害都會有危害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在共離十七個月的生長裡面 求得種植的平衡 人工的平衡 銷售的平衡 這些都是不定向的變動因素喔 人們通常喜歡能夠掌握的事情 就像你結交男女朋友一樣 你總不希望完全掌握不住他嘛 那所以其實固定式生長的方式的工作 他反而比較受洗乾 可是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想下 食安的問題 能源的問題 產業結構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這座島嶼喔 不斷的在呼喚我們要回歸自然 回歸自然就是必須要跳脫我們現在 傳統制式的教育方式 不再是填壓方式 因為答案必須要被我們去思想 問題也需要我們自己去解決它 好的我們思考一下我們需要什麼 我要順應天使的食物 使用大自然的能源 順應天使的食物 使用大自然的能源 農業與觀光作為國家的政策 針對發展培養國際化的學校 我一直覺得我們可以自創自學 甚至其他國家也可以來自學 我們農業技術這麼好 我們為什麼不多開一些農業技術的學校呢 讓世界跟我們一起交流 我們能不能幫助服務品質這麼好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多開拓一些 這些國際化的學校 我們可以有很多語言相比 跟溝通啊什麼 我覺得有很多的人 他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倡議 甚至我認為這些 是不是我們才是應該去思想 跟去面對的事情 好不好 像那天我教授在問我說 你是農企業 我在跟他講我是農企業 我不是合作社 我們常在想 就像我們明明很努力在農業的這個範圍 但是我們沒有農民的身分啊 也沒有所謂的合作社的補助的這一份啊 是不是這也是一個必須要被考量的問題呢 但是如果我把眼光放在這四件事情來講的話 你認為我想的那件事情 它是不是又被想做了 如果他把它套在國家體制裡面 他必須要去發展的一件事情來講話 那可能就不是合作社或是農民這件事情 能夠解決了喔 我們可能要思想更遠的東西了 但是這些事是我們需要的呢 是 是我們眼前需要 而且百年以後也需要 感覺我這個外奉雲的人喔 說的好像有點遠喔 是因為 我覺得這個遠是因為 現在目前的社會都習慣快速 就像是你手機拿起來 Google馬上就有 你寂寞的時候 Siri還可以陪你講講話 那所以 所以科技帶我們走向便利的快速 所以我會覺得我好像縮遠了 可是回過頭來說 雖然我們做的是農業 但是我們存在長遠性的思考 這些都在我們思考裡面 那些可能我們閉上眼 百年以後的事情喔 後面的人才能去完成的事情 我們的確有去考慮到 就是 我希望他們不要發展成長尾毛的怪獸 因為現在的空氣空污這麼差 會不會我們的子孫都變成長尾毛怪獸 有可能喔 因為你要順應這個 這個大環境嘛 可能大家會長尾毛怪獸 或許喔 這是因為我從農以後 離天比較近的一個 產生的想法喔 這一年我們修正了一些腳步 所以我也讓各位看看 我們這一個團隊 加上其他四位之後 我們想要做些什麼 我相信 每個農產 各個場面都來的秘書 我相信所有的農產品 都是秘書 我來的秘書 我們用一個時期的在秘書 穿成開發書 我們用整個聖夜才可以開心 來往相當驚動 我來建議創造世界也心感動 今天來的實力 有參與 期待更多一心的未來 救命好判戰一半 我來提示人 以台灣許果吃進口裡的香甜 田霧海內外中華兒你的心 果然前 这是我们最近的愿景 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到处 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 我想已经非常具体地呈现 我们团队每一个人的个性了 人格特质是不会改变的 依照每个人的强项去做择二分工 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去了解 其他人的角色 同理心很重要 谋略的角色 企划的角色 风险资金管理的角色 种植管理的角色 面对产区农营的角色 管理内部厂区的角色 面对内销客户的角色 面对外销客户的角色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体来说 一个都不能想 找对的人 做对的事情可以轻省很多 每一个人都会随着企业体的转型 经历个人的冲撞期 跟和团体的冲撞期 有些部分是我们自己要去内化 有些则是大家一起去面对 我认为每一个人被赋予到 这个世界上的价值都不一样 生长在这一座岛屿是很特别的 对世界来说 这里生长的每一个人 都是有善有爱 我们应该要把这样的辅事观念 和内涵去发扬出来 然后具体的在经济上面实现它 活入我们的周围 改变我们能改变的 那顺服我们当下 还不能改变的那个分分 那然后呢 要后人去传承它 去经历它 因为有些事情 很明显的 我们就是做不来的事情 就让时间去做嘛 好 我很爱我这个团队哦 我很爱我们这个团队 也希望今天晚上提供大家一场 就是没有负面聆听的一个座谈 并不是我们只想要往好处的地方去想它哦 不去想坏的地方哦 而是实在的去体现我们这个团队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们很幸福的方法 谁没有很辛苦的过程呢 我相信也许台下坐的人很多 很多人都有很辛苦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 甚至可能比我还苦哦 但是好的观念 好的聚集才能发挥实质 永久 并且能够成为经典的影响力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时间 因为人活长不过一百年 我很感谢这个时刻 我们大家愿意彼此奉献出我们彼此的时间 然后因为这个是我们彼此 做的彼此最好的一个礼物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还有就是 我的工商服务时间到了 就是如果你们今天吃到了这么好吃的果干 然后你们觉得想要订购的话呢 也可以从我们的果然天 点书上面可以去做订购 当然如果你们需要帅哥为你们服务 我们家三位人肉身躯也在后面 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你们来做订购 然后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两位精彩的女朋友 尤其是Share 我想在座大家听了很多问题 各位有种冲动想要到大火山一起去 当那条酒条好汉 酒条好汉现在已经额满了 对不对 去额满了 我们讲现场 其实我个人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他跟我们以前在研究台湾的科技的转型 有很大的关系 他里面其实很多keyword跟我们以前 都类似价值团结 然后专业的这个一个商业的model 这里面其实都有很多 还有专业的技术 技术的符合性 还有在地性这些 那你如果稍微听一下其实它的连结跟我们以前在看中的问题 所以其实它的区别不见得是在所谓的科技的类似或产业的类似 麦克风一样是跟高科技 台湾其实有很多位高科技 它其实不是真的高科技 其实背后所必须要展现的要素 其实我相信很多是很类似的 那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底下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给大家问问题 不管是要问 要去哪里 再买 凤米还买得到 凤米买得到吗 新鮮的凤米 超能辨到 超能辨到 OK 好 好 那我就看 看看各位 我们大概也去了一三个问题 我们先第一位 有没有办法 OK 請收 非常感谢警长今天精彩的演讲 那你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竟然有提到 比如说你开窗了一个以前没有人做的就叫完全收口 OK 那这个另外我很好奇 这个看起来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决定 尤其是对一个行创产业来讲 那请教一下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怎么形成的 要花了多长的时间去讨论 那另外我更好奇的是 当初你们是有什么样的信心 可以去实践或者是去下这样的一个这么高风险的一个决定 谢谢 再一遍 可以bag it其他 是不是 坐下 你好 所以我想请问的是 我們在剛開始做我們收購的過程中有遇到傳統上面不習慣於你們的收購方式 說服其他人去讓你們進入收購方式,中間很困難,就是在勾工上 這類似的問題,我想請教我們收購的農骨大概有幾度 然後有沒有發生每一個農家品質都不是很一致的情況 那假設沒有的話當然很好,假設有的話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類似嗎?大家對收購有興趣的問題 我想問的其實有一部分是剛才郭老師也有說的 那你們在整塊群收購的時候,如果品質不一致的時候 怎麼去定那個價格,定的策略的時候定 第二個就是說,其實剛才有提到的是利益極大化以後 後面的那一個重點是利益的共享 那我想知道果然田對於所謂的這些農骨,在利益共享這個部分 除了是全田收購以外,還有什麼其他的策略嗎? 謝謝 我想先去,或是策略,你的商業經歷 好經歷喔 我覺得我被澄澄博學,就是從今天開始 而且我的記憶不大好,其實我也就忘記你 後面的書記官方的記憶 剛剛我們講到全盤收購是嗎? 對,全盤收購 統購統收這個目的 統購統收是這樣子的 統購統收跟器做是兩件事情 好,器做是我跟他合約上面 我決定好這兩角的比我全部把它收過來 可能這裡面還包括你的用料 你的所有的一切 這個部分我可能都要全部我們互相異地 但是全盤收購又不一樣了 全盤收購它本身它是有風險的,是沒有錯的 而且風險極大 我們舉幣甲地它可能有六成 它可以做外銷的比例來講的話 其他四成它可能有三成的外銷,一成的加工 甚至三成的加工,一成的外銷 但是這個價格的比例 我們通常是有一個行情範圍嘛 每天都會有開出這個國書的這個行情範圍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有一個參考值的 能夠外銷的大概是在多少錢的範圍 能夠內銷的多少錢範圍加工是多少錢範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是有一個準則可以去依據的 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但是你如果說 為什麼我說全盤收購這個部分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讓你去為他做這樣的服務 他會覺得說 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你願意來為我服務 我坐在這裡 然後你派六個工 你來幫我踩嗎 怎麼有可能 不可能嗎 還有 急去怎麼分 譬如說我認為這個是六個頭的 我認為它應該要比較貴 可是你把它貴到不同的領域裡面 那它其實又降了一個性 那它每一杯台機 可能它的差距也會存在 對 所以 在這一方面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比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想到商業經歷都比較緊張 我現在要休息機好了 這是一個比例會半的問題 還有你的國品長得漂亮漂亮 你看我今天帶來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全外銷的這個 這個長相 外銷的長相就是 就是這樣 那你還要跟哪三分紅 分紅 這些 這些東西是無庸 這點很抱歉 是你的 有要看那種 不用質疑的 就是說 有 你很清楚的 它就是 它就是符合外銷的規格 不能符合外銷的規格 它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以及全盤收購的這個部分 當我們要去議定全盤收購的時候 是 我 已經要去採火了 農護 他自己也希望 有人來幫他全盤收購 當如果有一個人 願意提出 全盤收購這件事情的時候 表示 他不用面對三個市場 他只要面對一個收購 則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有人 去對他的東西 評投問足 他可以一個人 就把他所有的東西收回來 不管是他好的 他壞的 他可以很驕傲地說 也就是說 我就是給明星果然田收走了 我所有的鳳梨都在裡面 你聽起來 那個驕傲的感覺就出來了 他就不會覺得說 他有鳳梨去被牛牛吃掉了 其實我有想到說 後續要發展一個牧場 唯一真的不行的話 搞不好牛長得比鳳梨更好的 這是開玩笑的 我剛剛有沒有把 真正的問題解出來了 你建議各位不要去中鳳梨 不要去開幕場 開幕場嗎 我想你大概都已經多少回答 再清楚 我可以再請問 請請 可以可以 可是剛剛第一輪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漏掉 我沒有回答到 我們再沒有 等一下再六輪 就是有沒有第一 我 利益的共享 利益共享 好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最近身體欠安 所以那個火龍不好 關於利益共享這件事情 我們的共同創辦者 剛開始是六位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要賺很多的錢 你才有可能大家都賺很多的錢 如果你只是一點點 那我們何必去談那個一點點的東西 於是我們 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先想 我們今天賺進來是多少錢 然後我們一起平均的去共享它 但是你平均共享它的時候 你必須還是要留一些 風險資金啊 營運的周轉金啊 這些部分 留著 留在我們的基礎的企業體裡面 包括我們後續進來的 我們後續的生理軍 他們也一樣不需要去 投資他們自己 在這家公司的 他們的前期的投資 然後呢 一起去共享 平等這樣的利潤 這樣子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或者是你想要更清楚的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 我們利益共享的對象裡面 我們提出了15%的 另外的屬於 以及員工福利的 以及農民福利的 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 這個部分呢 是比較屬於 大家一起 觀賞的備用 但是 我們所謂的 耕種的這個 利益共享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 你種 我 挺你 料 我買 你幫我種 了解意思嗎 我可以贊助你所有的資源 你只要提供你最好的技術 那這一塊定文到時候 我們再來算 多少的層數 做出來的效果 是不是有這麼好 我們可以異定一個層數 然後來做這個部分 這一個部分 不屬於剛剛的那個 利益共享 而是 田間管理的這個部分 的利益共享 這是兩件事情 所以我兩個問題 應該都有問到你 謝謝 小朋友 那個問題是 你那個收購的時候是 被動的 他說了多少 讓你去分級 還是說 我們會主動 要求我們 你要做到這樣 做到這樣 我每天早上 四點都派三個人 到他的天裡面 然後呢 陪著他一起分級 因為他的眼睛比我更綠 他會知道他的東西 哪樣好 哪樣不好 他會跟著我們一起去分析 哪樣東西可以做 外銷果 哪樣東西可以做內銷果 外銷果裡面 他又分喔 5顆的 6顆的 7顆的 8顆的 這些 這些產品是可以做外銷的 那我們來做外銷 不能做外銷的 我們來 當然我們也曾經遇過了 一件事情說 你這不行 可以啦 換過來 然後過冠鬼 就浪費了10分鐘 這樣子 也是有這種事情 但是 這種事情當然也是少啦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要憑著 我們的良心嘛 還有我們的信心嘛 我們給農民什麼樣的信心 當他一塊錢收下來的時候 我講一個很實際的東西嘛 當我一塊錢給他收下來的時候 他的加工佛品賣給我 可能是多少錢 可是他賣給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他可能他還要咬錢 那請問他會賣給我嗎 他一定賣給我 因為我有通路 我的通路比他更好 所以你要建立一個完整的通路 讓農民他的東西 是有地方可以出去的 而不是讓他召集說 怎麼辦 這個人來採完了 這一堆東西 等一下我一定會被賤賣掉 那個心痛的感覺 他們省去了 我可以再問你 就是說 你那個是一個長 對我有一個工作者 長期的利益來講 其實在某個角度是比別人好 但是短期的利益 比如說人家剛好 今年他做得特別好 他直接可以用一下好價格 給別人 別的地方他就把他去 所以平均來講 你長期的利益 實際叫做不幸 建立跟不幸效果 長期對盟民的利益 長期對盟民的利益 長期對盟民的利益怎麼樣 呃 還沒聽錯 對不起 好沒關係 然後我 這個要來 OK 我想最後面有誰 第一個 然後禁書 然後再 再進 對不起 其實我剛剛那個模式 我還挺有聽的很棒 所以 我想試著去理清那個溫度 就是說 第一個 氣道 氣座是 雙方去承擔忠賤 我這樣說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約定好 我今天我 這一甲地我要雙魚多少錢的時候 不管你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 你們有什麼天灘 如果今天大收 算我賺到 如果今天呢 有天損 那我就要賠 所以是農友跟收購者之間 相互的分擔負險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氣座跟完全收購也許不一樣 但是並不是說完全收購都比較好 為什麼呢 我現在談第二種例子 就是柳丁 我現在在中柳丁 我本身也是算是冒氣 那 我先講柳丁 在雲林股坑的柳丁收購方式 也是一樣完全收購 整個全收 收完了之後呢 他再去做分幾分類 那這個跟你所說的完全收購是一樣嗎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在做的部分呢 我們主要是收那個 有記物圖的小盲 因為有記物圖小盲 要出口到市場 其實比較辛苦 那我們通常是讓有記物圖的小盲 自己自己講 就是說 你這一批貨你要賣給我多少 你還一定 那你來跟我講說 你市場上你覺得你這一批貨 值多少錢 我來幫你賣 我們是透過這種方式 在做這個事情 那做的 不算好 真的也沒有太長有事 所以 剛剛所說的那個完全收購 我舉一個相反的例子 就是說 假設你要收我的鳳丁田 我只有一成是屬於出口品 但是我有九成都是很爛的 那這個時候 我怎麼辦 這個是我帶來問他問題 你怎麼辦 對 你可能就是拿到不好的價錢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才沒辦法去理解 就是說 就是說 你跟一般的收購商究竟 差異在哪邊 完全收購跟一般的收購差異在哪邊 因為 我們這麼想好了 我舉維瑞森頭的例子 之前為什麼會發生 就是說 他收了好的東西 然後其他不好的 他就留在田裡面 那留在田裡面的這些東西 誰來處理呢 沒有人處理 那沒有人處理的時候 表示這個產值就是零 這是連處理都沒有處理 這就是零 你沒有任何經濟效率 可是問題是 他賣掉的東西 譬如說這些東西 他賣掉八萬塊 但是問題是 他留了這些幾千塊的東西 他沒有被處理掉 可是相對的 我的完全收購是 我收了你這八萬塊 我還幫你處理 這剩下的這幾千塊 沒有處理掉的 我也一定幫你處理掉 那為什麼 我能夠幫你處理掉 完全取決在我的通路 能不能吸收掉這些東西 那維瑞森頭他的方式是這樣 他只要他要的 那他不要的 他就是不要 那你農民就要自己想辦法 可是你對於一個農民來講 我種了這麼多東西 我還有這種 還要自己去想說 我剩下的這些東西 到底要怎麼去處理掉 對農民來講 他也是很傷心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你明明種的也不錯 他只是這個東西 就是不能賣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是在處理這件事情 這也是我們獲得農民 信任的一種方式 別人處理不來的 我處理得來 那如果你今天跟我講說 可是別人收購 可能他18塊來收購 可是你 你用17塊半來跟我買 我用17塊半去跟他買 可是他接受了 他接受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幫他處理剩下的東西 OK 有沒有解答到你的問題 不完全 因為他最後有提到說 比如像如果說 最後我們只有一場只可以外銷的話 那這個商業模型 就沒有辦法長期 你也會賠 總共的生產 所以我現在要講 其實我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說不同類型的水果 它本來就有不同的收割方式 對 剛剛講的 像柑橘類的 芸香科的水果類 它基本上其實就是一種的 當然水果的問題 水果的水果很深 我最近才進一櫃柳丁過去 對 或者是像稻子一次 稻子它也不會去做問題 它就是所謂的完全收購 對 所以就是說 我那個完全收購 在櫃企業裡面 它不是一個課生 就是說 如果從剛剛的那個 推論的話 就是說 有很多的類型的水果 其實它是具有這種課針的 那反而是說 會寄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地方 是在於說 你走路到國際市場的 這一個區塊上 其實是大部分 農友或農民系 它做不到的地方 好 謝謝 謝謝 你輸了所以 從頭髮忘掉 不會 不會 我會記得 我問題很簡單 是說 剛剛在談的 這個完全收購 這樣的決策 在公司裡面是怎麼產生的 是什麼產生的 它怎麼產生 這樣的一個決定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們為什麼有信心去執行 這種高貢獻的 這樣的一個決定 首先 我回答你這個嚴肅的問題 這個問題 就是要有自信的去解決 所有你不能解決的事情 當我要去做完全收購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先想 當我要完全收購的時候 我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我會遇到很糟糕的貨品 我會遇到很 我會遇到加工的通路 我會遇到做果乾的通路 我會遇到內消的通路 我會遇到我外消的通路 首先我必須先整合這些通路 當我整合好這些通路的時候 我面對的是農民 我面對的是五十個到一百個 甚至兩百個的農民 那這些農民 他可能他在大量的在交貨的時候 東西就進來了 進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從我的通路裡面 去分每一個農民他的東西 出現在哪個通路比較多 然後我用這樣的方式去篩選我的農民 譬如說 我今年有兩百個農民交貨給我 那我採用五毒的種植方式 這兩百個農民交貨給我 但是不是每個人的層數都這麼好嗎 對不對 那我們就去把它劃分 也不是說種不好外消品的農民 他就賺的少喔 不是喔 他如果說他一直種出來十六 他就是能夠內消的人 那他就是適合種內消啊 他就是內消啊 那你為什麼要去改變他 我需要這樣子的人 那我也需要外消的能手 所以呢 我就 我的第二年開始 我就開始去做鳳梨田的管理 也就是說 我挑出十個很優秀的農民 外消的客戶 他就是要他這一個板套 就是要這樣子的鳳梨 那我就讓這些人種出這樣的鳳梨就好啦 我們再來談我們兩個怎麼分享這個鳳梨的利潤 那我再去談只種得出加工的鳳梨的人 那他們要操作 那到最後的時候 我會很清楚的是 什麼時間點加工的鳳梨會出來比較多 那我就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我就去找村長夫人他們 就出來那個小企業軍團 軍團 對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分出我們的鳳梨 對 是這樣子的方式 那這個決策當初是什麼產生 是大家共同討論的關係的 這個決策當初是什麼產生 就是有好幾個農民坐在我的面前哭給我看 對 就說你不可以這樣 你都把好的拿去 我會壞的 要怎樣 這樣子 那每一個人都來 然後 當然的 你自己想想看 一個女人懷胎十月 鳳梨是一年四個月到一年七個月 一年八個月 那一個農民他那種心情 就像生一群孩子 然後有的孩子沒人要 那個感覺有多難過 雖然我真的有把一些 丟去給你有牛吃 但是 那是真的沒辦法的情況之下 對 不用看我 不是農民 所以我 我看這件事情 我不是以一個同情心去看 就像我回到我們剛剛講 我是以一個同理心的方式 去為他們解決這件事情 當你為他解決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相對的也會得到他們的信任 他們也會願意把東西交到你的手上 即使可能這一次沒有上一次的價錢 好的他們願意 這是我說的長期 長期 對 長期 不是短期 所以 所以 請記貿 你現在有什麼 而且 我 兩個問題 其實大概就是他們兩個要講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金書剛才其實有提到 就是說 你那個共同的決策的過程 是你們九人共同的決定 還是農民他們有參與到你們的部分 有決策的人 就是讓金書剛問的問題 完全收購的決定 這是第一個 其實剛剛金書有幫我問 然後 那個 我還是認為說 契作跟完全統購 這個是契作的類型在台灣有非常多種 維樂三丘 那個是因為他的契約簽的關係 是 他可以 那個是完全對於效能 在收購的時候 如果不良品 他是可以不收購 那個是契約上面的定價的問題 可是我有看過 所謂的 跟那位大哥比較接近的 那契作的簽訂是 雙方風險各本單 而且他是預先的時候 就先簽訂好契約 那如果到時候 那個整批收進來的價格 或者是產品的品質不良 我照一樣原先設定的價格 跟你收購 這是雙方風險固定 那完全統購 似乎現在聽起來 是你們公司提供一個 Total solution 給一個農民 是在這個意義上面 所以也就是說 對於農民來講 他可以減去 在不同品 層級的產品上面 你聽到 你終於聽到我問題的精髓 對不起 你真的聽到 我很開心你聽到 這就是契作跟完全統過的一個問題 契作它存在一些矛盾點 但是完全統過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OK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要回到剛剛那個大哥的問題上 是 所以對於你們來講 你們價格定制的那個機制到底是神 就是當天你們去 然後做分級 你們就可以看一個價格 所以你們就是完完全全跟 那種預先設定好一個保證收購的價格 的Monster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好一個實價性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走到這個時候 它就是這個價錢 我們就是這個價錢的意義 OK 好謝謝 那是動態型的器材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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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你 你們的鳳梨在英國買得到嗎 哈哈哈哈 然後 我剛剛講木瓜 因為就是在英國 那可以買到 台灣的木瓜 然後寫 然後 然後 那 台灣的木瓜 就是跟其他的木瓜 就是很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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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巴西的那種 小小的 等到台灣的木瓜 就是又 又高又胖 然後 所以你的鳳梨 我是在英國沒有看到 就是如果跟 剛剛吃到了嗎 呃 怎麼樣 你應該吸一口 然後再來決定 要不要嚇到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說你的 謝謝 那請吃一口 請吃一口 再來決定 對 有沒有銷到英國的機會 有啊 還沒銷到英國嗎 啊 有沒有還沒銷到英國 我之所以沒有銷到英國的原因 是因為喔 我如果要銷到英國的話 一櫃要爛掉半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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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 你的木火 你的鳳梨 然後跟下午在英國看到的鳳梨 它也跟木瓜 一樣有特色 就是 又比其它的那個 長得又高 然後又壯 是 那你的那個 綠色的葉子 就比較小 是 對 那我想是 由那個 那個 一種改良 是 對 這不是那個 肌炎的破壞 這肌炎改造的嗎 不是 對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喔 英國那麼遠 那你要強調你 看你的新鮮度 對 那你要考慮到成本 是 對 然後你 人家考慮到 你剛剛一直在講 你看得到的 那個農民 可是如果你知道到英國去的時候 你怎樣考慮你的股客 而且那可能是一個 我考慮他來台灣 你也不認識他 那你怎麼樣 要幫他考慮進去 那另外一個 我考慮他來台灣 吃鳳梨 對 然後就是說 對 他會不會 為了這個 可能 可能 可能就是 七八萬這樣子 過了這個 所以 我們是不是要製造更多 觀光的音子 讓這些人 願意進來 不只吃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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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看起來這個 我願意去報 那第三個小小鳳梨 是你餵 牛牛吃鳳梨 那我看英國的牛 沒有吃鳳梨 然後 如果牛牛吃鳳梨 他的牛奶會有鳳梨牛奶味 牛一定會特別健康 因為他有酵素 有買鳳梨牛奶 好 開片吃鳳梨 好 這位 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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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鳳梨 你有沒有設定哪些 他到了甚麼 呢 就是他的退場機制 或者是 到你們的福和標準的時候 會去做什麼樣的 intermediários 會不會做什麼樣的 主導 或是說它到什麼程度 你們就是可能就會做 在你們這裡現場 它是一個退場的機制 基本上我們歡迎所有的人 參與中過瑜的這個行業 然後我們沒有所謂的就是 覺得有哪一個人是不能中過瑜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設立過什麼退場的機制 除非是這個人老是睡到太陽曬屁股 我想他的意思是說 今年比如說七層 明年六層 後年五層 就是外校 然後最後過了五年以後變成兩層 那你怎麼看 或者是我這個農民 我的品質就一直都在你們的標準低於 甚至有時候會低於你的最低標準 那那這樣子就 可是你很久的話 你有可能是會 比如說你的團隊是 像剛剛有講的神龍講的 你會來舞蹈 或者是說讓我的產能可以變好 或者是 那當然呢 要好就是大家一起好 這是肯定的啊 除非是你不願意跟著大家一起好 因為我們看過大家一起好是有多好 所以我相信剛剛那個問題的話 只要他願意 我們都有決心讓他更好 對 聽起來通常說只有你 你有過好的時候會從那個 那種親戚體制 好 我沒有想到這麼踴躍的發言 這場 完了以後台北馬上開了 大家一家來碰你 太開心了 那個 我很高興就是 剛剛提到就是說 氣座跟團過的差異 但是 團過就是有一個 剛剛你講有很多就是說 比較 就是那個生產機制比較不好的 變成你也要去概括承受 對不對 但是這個其實 我剛剛提到說你把這些就是 可能就是把它做一個 回料或什麼東西 很低價的 再利用 那如果我們思考 剛剛這邊也談到柳丁的概念 我們把一個 你的所謂的經營的概念 因為今天我們在這邊談的是 就是經營哲學 那是 他一定要跳脫了所謂的 換賣吃的概念 如果把鳳梨 當作一個鳳梨文化的 來談鳳梨的時候 它就跳脫了吃的概念 這樣子 一個解決的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譬如說 鳳梨皮 可以做什麼 鳳梨那個葉子的頭 可以做什麼 它也可以做香水 不好的可以做香水 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是可以為了消耗英國全世界 它如果有辦法把這個東西 變成比吃的產能還高的時候 那吃的話 你就可以賣米包的價格 因為你的不用的 可以變成更高的產能 實話說 您現在提出的東西 遠東科技大學的教授 正在找我講這個部分 這非常受歡迎 對 那這個東西呢 它是屬於再精緻化的東西 這個不是不能被套落 這個是能夠被成就的 因為當年那個三峽 台北的時候 就是在清朝的時候 剛剛日本時代的時候 就是髒老油外銷 所以全世界當時的賽洛路 用以前的塑料的 就是製造的 花園一定是台灣 但是我是派髒老出去 但是它變成工業化 全世界英國的 所有的賽洛路那個 銀器的把手 都是台灣製造的 這是世界高產人的 所以我是覺得 台灣應該還有 包括日本的綠茶 是從文山包種茶 然後帶到日本去 是透過了泉州 轉告的日本 在清朝的時候 因為海濟的關係 那當時他們把 最頂級的包種茶 因為不管好它都收 那最好的它變成抹茶 那另外一個就是變成 就是所謂的煎茶 不好變成建築 它變成抹茶 所以說這個東西 有很多的 因為剛剛你那個鳳梨 已經 我們已經開始 有開始思考這種 所謂的火候的概念 但是我覺得 還可以進化到 另外一個儀式的概念 謝謝 好 努力抓目的地 謝謝 你好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農民 你合作的農民 有沒有來來去去的現象 就是有沒有之前跟你合作的農民 後來就再繼續跟你合作 那如果有的話 它的原因是什麼 實話跟你說 還真的沒有 而且我的下一個步驟 是聯合包裝場 就是 除了我自己的替代之外 我是不是能夠給其他的包裝場 像我這樣子的角色的人 假如我接了什麼樣子的單子 那我希望有更多的包裝場 可以跟我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OK 各位請問 我 其實我聽到現在 我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 我不用那些搞混亂掉 就是說 貴公司跟農民之間的角色互動 到底你們是合作者的角色 還是 就是單純的收購者 跟被收購者的角色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可能也是有重的到 剛才這位小姐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可能先說一個故事 不好意思 就是以前有一位百大青龍在說的 他們去日本參訪的時候 然後就是應該有一個 產銷飯吃合作社 他就想直接說 你這個桃子好好吃喔 我想跟你嘛 這位日本的青龍就跟他講 我們是什麼時候合作社 你去找合作社嗎 你不要找我嗎 就是說 其實他們對於這種合作社這種概念 其實他們是忠誠度很夠的 那其實剛才聽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說 你們跟你們合作的農民好像 忠誠度也都很高 那我想問你就是說 你覺得你們是一個什麼樣的特質 可以讓這些 你們可能是合作收購的農民 他們對於你們有這麼高的 投入跟忠誠度 謝謝 這問題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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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你可以用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說的 你說他種的這個東西 要來找我們買 他肯定要說 這是果然年收過的東西 他會來找我們買 這個好像一直以來就是這樣的道理 我把你剛剛的那個問題 當作是一個常態的 我好像覺得 好像就是這樣 不是嗎 我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台灣很多就是 會變成氣弱的時候 先看到我家 可是到最後 實際採收的時候 因為外面的價格 然後你就直接賣個外面的人 以外氣弱來說 對 我們就是合作的 因為我們家沒有 我懂你的意思 因為我們家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家的問題是 你會是農民來問我說 你是誰 你是誰 要告訴我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覺得你怎麼是 因為怎樣的特質 可以導致農民 對你的那麼高的狀態 原因就是 因爲 因為我的百分之百收購 我這麼說 我一直在強調 完全收購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的確是影響的最大的 一個母論 所以我剛剛才會想說 欸你剛剛問我那個問題 好像 它是一個常態 它並沒有被破壞 那這個沒有被破壞 就是因為我的百分之百收購 我讓你信任我 對你百分之百收購 甚至當人家去問你說 欸 賈先生 你的東西可不可以 跟我 你一個合約的時候 他就說 不知道欸 那個果然天 不知道要給我多少錢 我 我的做法是 是扭轉了 你剛剛講的那一個 那個 那一個 OK 再來 再來 所以 我們就很清楚 就是說 果然點一個 很特殊的地方 回答你 個問題 就是 它的產品 多樣化 還有很多通路 因為這樣 你才有辦法 我的通路足夠 所以可以讓你 所以 每一個通路都需要 不同的專業 所以 我們的團隊裡面 那幾個人 是 接受到這樣子的 不同的通路以後 才各自去訓練 還是說 一開始就 找不同的專業 應該是 就是這麼說的話 我這個團隊裡面 到目前為止 九個男孩子 九個人 他有九個 不一樣的人 的客製 有些人天生 就是愛拉咧 你就讓他去 靠他的嘴巴去 跟農民打交道 有些人天生 就是一副嚴肅的臉 他就只適合在 工廠裡面管員工 有些人他天生 就是能夠去外面 去多熟識 更多有趣的東西的 他們對這個東西 有興趣 他們就自動會去學習 其實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這個團隊就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出 自己的好的東西出來 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一起來工作 那那樣子的工作態度 就不一樣 同時性的人 我們不需要有第二個 我一直以來 我都是這麼認定的 挑人也是很重要的 我很清楚 什麼樣的人 要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意思是說好汗是要不要的 真的有啊 真的有 當然要 當然要 沒有 我直接講一下 好 好 在回答金書那個人 那個問題上 請說 我會問一個比較商業基地 好請問 如果我不想講 我也可以不要講 可以 所以你們公司的現在 因為你剛才說 九個人加進來 所以會有一定的 股份的肥義 對 OK 那在做共同決策上面 你們是按照股份的比例的 去掌握那個討論的範圍嗎 就是說公司在做決策的時候 公司在做決策的時候 是以股份的比例作為範圍的嗎 很抱歉 我們不是以這樣子的 我們公司裡面 有三個人是專門在做 濃略的角色 也就是當這個濃略的角色 出現的時候 我們 我們會 我們這幾個人會尊重 這個謀略角色 同一個時間點去做同一件事情 我們不會有 奇異出現 當我們決定好這件事情 是怎麼做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人 會跟著這樣的腳步 去做這件事情 並不會因為股份的比例 股份的比例是為了大家利益共享 這是我組織那麼多長 從來沒有一個問題都遇到起真的地方 沒有什麼問題 不然他以後就都來了 今天會這樣子 雖然他是一個經營者 實際的經營者 實際的經營者 可是他同時具有抽象的論述 跟對這個本身核心的價值的標數 那也甚至對台灣的農業政策提出 政策性 我剛才看了一下說 農業部或者農業署 目前是農業署 應該可以看他身上對農業政策的建設 所以他身上是多成年 所以使得起真 其實就 英雄很幼稚之地 我們最後在時間的關係 大家看看一下 OK 我們9點半應該要結束了對不對 還是今天要早一點 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得要有一點時間 鳳梨還有一些 所以我們 今天要在9點半 我們就Q&A結束 然後剩下的時間我們就自由 活動可以自由 剪短 所以最後這一個我們就盡量剪短 我看一下那個吳老師的問題 對啊 現在主題是我說的 就是你在剛剛的報告裡頭 沒有提出一個現象 就是說種果樹跟種蔬菜這件事情 它的比例是增加的 在這幾年 但是我個人是蠻懷疑這個數據的 因為果樹跟蔬菜來說 果樹是一個長期性的作物 蔬菜是短期性的作物 但是兩種多的最大的課分是 它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那 由於農業部門的 勞動能夠減 老化的問題 所以 我們在很多 比如說我們在雲林 看到這種農業縣市 看到什麼 看到還是說 那個 尤其是種蔬菜很低 被改成重道 因為它機械化成度最高 它的受益很低 但是它的機械化成度最高 也就是說 它用一些很方便的方式 就可以維持那個農業縣繼續運作 那是在這個部分 所以就是說 如果未來 我們來看這個趨勢的話 就是說如果 在那個勞動能夠沒有辦法 擁充這個勞動能夠 其實可能不止你剛剛所說的 實安的問題 甚至說你在做 很單一化 這個現象也許會更有意見 因為剛剛大家一直在講 九條防漢 所以我們人工數九人 可是我只有聽到說 我們好像要設廠 那廠裡面又有員工 那這個差異在哪裡 九條防漢是共同創辦者 所以是股東 是股東 然後其他的是員工 他們有技術入股 可以有技術入股 不用充錢 有農曆都可以入股 那怎麼有 所以我問一下 我們剛剛強調那個分配 那個分配是九條浩漢 子肌一卷浩漢 還是所有整體的事業縣 都在我們裡面 他們都是共同創辦者 那我們下面還有我們那個 是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集體分配那一塊 是僅基於九條浩漢 對 然後員工的部分 我們還會再提出 百分之十幾個 是 是 謝謝 所以你做過生意嗎 OK 好 客群 老師這請問一下 很趣喔 說要說 就是那個 看起來你的統合應該是說 能不能離種植 接近到要收成 或者是要收成的時間 然後再去談 完全收穫 去談統合的價格 怎麼收穫 對 所以我想好奇的是 那在種植的過程中 你們團隊 介入到農民種植過程 介入到什麼程度 然後用料的部分 研究力的部分 這些東西 我們可能從頭到尾要一起進行 所以你們也會派員工 當然 我們一定要有員工 跟著他們一起去做 但如果他只是單方面的想 我想要賣給果然田 我的蜘蛛賣給果然田 我把他種好了 賣給果然田 那他跟我的關係就很簡單 就是你把他種好 然後我來 那如果他中間有借用的技術之後 最後他還沒進入 基本上沒有所謂的借用的技術 然後去給別人的這個事情 我們通常會寫一個承包的契約 如果說你這個東西是我 我已經跟我議定好的 那這個東西一定是給我的 對 我們會有一個界定 對 那個比較 就是氣座嗎? 就是氣座嗎? 如果有這個氣座嗎? 呃 氣座是 氣座是這樣 氣座是 他的東西也要 也要是我 接受的用料 那個才算是氣座 對 他是另類的氣座 幾乎型的氣座 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對我不覺得 壓力要這樣講 這個是 這特別好 我最重要的機會 因為在全世界那種size selling 就是他剛剛提到的那種 像我們把自己的產品 不比按照契約 另外再買一個別人 在歐洲氣座最多的非洲國家 像是那個 那個 Gana 其實是最多這種情形發生的 我還蠻真想了解一下這個東西 我就沒辦法是死的人是活的 只要你的東西好 還怕人家比較嗎? 我還來不及去搶你的貨耶 搞不好前面還有人接收 你的貨也不一定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被討論的 對 那其實現在那個比例呢 就是說你們 就是比例 就是你們有跟他去技術指導 跟那個 跟說一般收購的人 比例 你是說種出來的比例是不是 對 站在你們試驗的比例 就是 那種 跟你們是有那種技術指導啊 去派他們去看 真的是他覺得他賣的 他種好了 來跟你們來 給你們完全修購 完全收購 完全收購比例是100% 對不對 但是過程當中 有技術合作的這個東西在過程 對 技術合作比例來講的話 你要這樣就這樣 好 可以算是100%啊 可以算是 對啊 因為你要跟我做這樣的合作 你肯定在這方面的技術上面 一定要提出你的 你剛剛好像說 有的農民是他先種好的農 然後他就想說 看看這果然節 今年要購買多少錢嘛 那有一種就是很有誠意的 他一開始就跟你談 然後要怎麼樣種 我還沒有遇過這種人 他那個是 他那個是 我聽你們的大部分 就是第一年 他是這樣子 簽收來 就跟類 長期來講 目前應該都是 有多少的技術合作 多少 對不對 執程度上有差 對 對 OK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 有沒有 剛剛有問問問題 給你最後一個問題 先說 你好 自我分享一下 蠻有機緣的 就是一直都在拍 那種產品的東西 就是 我之前拍過農軍館 在背後農軍館 然後 也拍過 組合聯盟 那現在是我們在拍 冠軍米跟竹子 好 所以需要讀的話 很多人都能夠聯絡 好 現在是我的印象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我拍到這幾個題目 裡面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剛也有提出過就是 勞動力的問題 你說說你們的農民 平均年齡是多少 因為這個是 我們看到很大很大的危機這樣 就是沒有年輕人要玩 整件的事情 那包括我上次看到 另外一個新聞專題 在談那個 什麼 果樹採收師傅 這個事情 就是 他們已經下去扶倒了 就是撒錢下去 要扶植人來採收了 但是 基本上都是 談話一些 因為那個就是 有錢領錢 沒錢領完就完了這樣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想確認一下 你的農民的狀況 會談談 我們家的農民 平均年齡在18歲到40歲之間 算是非常年輕的農民團隊 那我們家的紀述老先爵的話 平均年齡都在40歲到70、80歲之間 那他們呢 只要動口 那我們家的這個員工只要動手 就是一代一代的傳承吧 就是他們願意教 我們也願意學 所以算是一個很年輕的團隊 十八到四十歲之內 十八到四十歲之內 我最後要公倉服務一下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 就是我跟喜珍 大概這一系列 其實主要是在一個 台灣社會民主經濟學社 這樣的思維之下 我們去做 最重要我們是希望整體來看 台灣的整個經濟的核心價值 也就是我們認為目前的整個 台灣產業結構 是有比較深層因素的出了問題 不是哪個產生多大 或是哪個AI的問題 對不對? 如果拿我的面望用團 我們怎麼用AI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這一系列 我們嘗試去理解 在一個很好的經濟模式 或者是北歐的經濟模式 它有很重要的一個 價值因素就是團結 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經濟者 它跟農民之間 它是團結在一起的 它不是一個短期的利益 所以我剛剛講的 是一個長期的利益 那這個長期的利益 必須要建立在 這個利益共享上 所以它利益共享上 事實上好幾個層次 除了他們自己的所謂傳統股東的分紅之外 所謂的這個分紅之外 它還有跟員工之間 有跟所謂的種植者之間 這種的共同意義 那我想這個完全就符合我們事實上 在不管對北歐的經濟模式的理解 那我也希望這個部分 這樣的一個 我講跟講說 相當有意思 有意義的一個例子 應該有很大的政策的 影響 政策的一個啟示 那也對於台灣的很多的重要的政策 不管是科技政策 或是農業政策 應該很大不一樣 所以我希望我們來這邊 不只是補位 補心 補贏人 這是我們牧哲 最重要的一個 哲學基礎 創立這麼多年 那我也很感謝這個跟牧哲的長期合作 幾聲最後要說幾句話做總結 不然今天 OK 讓我由他來集數 主持人進步樂統 因為事實上有一個問題 是針對我的大洋學大學 有嗎 很厲害 很高興同理 他是我大學的同學 我這樣追擊的朋友 他剛剛問的那個問題 其實是我的圖沒有做好 怎麼說沒有做好 其實那是一個百分比的結構圖 所以那個結構圖不是說 蔬菜跟水果它不斷的上漲 是相對於整個 比如說加起來 那幾個總結加起來 一百 一百個一個結構的比例 OK 那可是事實上 可是話要說回來 你說蔬菜跟水果 這幾年有沒有增加 我說就絕對值來說 也沒有增加 其實不見得沒有 那其實季茂 其實它就是做雲林的素菜的研究 我們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的經驗打開來分享 OK 然後 那水果的話 你看鳳梨這幾年的增長 也確實這樣的迅速跟珍惜 所以搞不好在絕對值上 其實還是增加的 然後最後我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就是 你們剛剛問的問題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 我都 私底下都已經考慮得過 所以當時我很快樂 確實因為你們不斷的 就跟著我不斷去看 說 有沒有更多的一個鳳梨汁可以炸出來 讓大家分享在一個知識上面 一個經驗上面 跟創新上面的一個學習 那我作為一種景 我譬如說 我非常高興遇到 Michelle跟古蘭婷這個團隊 因為 他最早講的那個 比如說 周翔也路易安理清楚 我們這幾年在意識到說 創新之河道是什麼 其實是勞動主權 什麼是勞動主權 就是每一個人在工作場域 都覺得發揮了私利的熱情 這是勞動主權 這個是創新的核心 而不是任何很fancy的技術 其實不是任何 在這個團隊裡頭 你可以看到 其實 他有非常多的商業機密 非常多的know how 非常多的整合 可是他沒有很fancy的技術 或許以後會有 所以 這個就提到說 各位在Hammer之間 我覺得 各位想知道 就是一個完全沒有農業背景的一個團隊 怎麼可以去迅速的去取得農民的信任 然後把貨交給他們 而且同時覺得自己的 得到的一個經濟上的報酬是比較好的 對不對 那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奧妙的事情 可是也符合我們一開始講的說 以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是什麼 這個團隊很amazing 他不是說 我就是要去賺錢 然後開始想說怎麼 不是 他去見識到說 大五三下的這個鳳梨的價值 是這麼的在地古特性 包括整個台灣的這個 未來的出入 或農業的出入 他都有在思考 這兩個一個特別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學習 他們沒有任何農業背景 怎麼敢去賣鳳梨 而且賣給最難產的日本的客戶 等以之類的 那他怎麼去整合這些 不同的所謂的通路 或是包括加工的這些知識 他們自己本身其實是不斷的在學習 跟農友學習 跟加工廠學習 跟外國客戶學習 所以這就是一個創新的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康斯能力 因為市場競爭就是最無奇 他非常的迅速 他非常的經歷 所以你不斷去update自己的知識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非常高興 而且最後其實我也問過他說 那你把這一場比喻說 你這個團隊在大五三下 是在演奏一場交響的曲 那我就請問他說 那你自己認為我說 你們演奏到哪裡 他說 血曲才能結束 OK 是 他就這樣跟我說血曲 所以剛剛那個陳文中老師講的 那個價值其實是不限於說 在吃的這一塊 整個鳳梨的文化 包括那個你說網香水 各方面的文化的方面去 更高的一個經濟價值來創造 是的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活動非常重要 因為他讓各種不同背景的人 各種不同專業的人 他互相去碰撞跟聯想 可以產生更多的一個創新 完全理想不到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請請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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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今天能夠研究 我們找到自己的不同的價值 然後我們找到 共同找到他們的價值 OK 今天到此為止 謝謝